今天呢,咱们要精选书上的一些相应的练习 回顾一下第一到第三单元相关的重点知识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精选的一些练习啊 可以把语法再回顾一下 那么大家也可以查缺不漏 看看自己还有哪儿掌握的不太好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书上给了我们一个练习啊 它说的是 Grundenennen verbinden sie die zette mit weil 那这里呢,很明显就是针对while引导的原因从句的一个练习了 在这里它让我们给出原因 并且用while将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把两个简单句 拼成一个原因从句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练习 第一个呢,它给出了两句话 这个人的名字比较难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是怎么读的 这不是一个德语名字 我们就暂且管它叫做yota吧 好, jota kofte ein werterbuch 那大家想到了,werterbuch是什么吗? 对啊,你看这个buch不是书吗? werter不是wort的复述吗? 一堆单词的书当然就是字典了 那么好,所以这里给出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人买了一本字典 那我们再看一下给出的第二句话 erlanddeutsch 它学习德语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两句话用while 表示原因的这种从句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把谁作为主句 把谁作为从句呢? 对啊,我们可以说 他买了这本字典 是因为他要学德语 所以我们可以把后半句 做成一个从句的成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while来引导原因 那么大家一定记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从句当中呢,一定记住 要把变位动词放在最后面 那在这里我们如果先说主句的话 那么主句的句式是不需要有任何变化的 后面从句只需要记住 把它的变位动词放最后就可以了 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连起来 就可以说成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看到了用while引导的从句 在后面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要先说主语 再出比语 要把变位动词扔到最后面 这也是德语从句当中 最关键的一个句式的点 所以一定记住 从句当中要把语序进行相应的调整 而主句呢,由于在前面 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变化了 主从句之间我们以逗号作为连接就可以了 而整个句子最后的标点符号 一定记得要根据前面主句的语句进行标点 那么在这里由于主句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陈述句 所以在最后面我们点一个句号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练习 第二句话它说了 这里呢,首先主句方面呢 有一个可分动词叫做 就是出门去玩啊 去休闲娱乐一下 那么后面呢,说了 那我们知道是下雨的意思 所以大家很快就想到了 它不出门了 因为什么啊 在下雨 所以后半部分还是从句 那我们用weil连接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大家也发现了 后半部分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只有一个s作为形式主语 然后heignet一个动词 所以呢,它不需要再倒了 直接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已经是动词在最后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Anna Burgmüller geht nicht aus weil es heignet 那么主句依旧不需要有任何变化 只需要在后面点一个逗号 后面呢,我们把它用weil做成一个从句 保持动词在最后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说weil es heignet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呢,还说到了这个什么呢 又是给了两句话 在这里呢,他说了 这个人啊,packen,打包 打包了他的箱子 他的行李 后面又说了 他明天要去这个Ankara 要飞往Ankara 那大家也想到了 因为他要飞到那里去 他要出门 所以他要打包行李 所以依旧是后半句是weil引导的从句成分 那么我们还是记得 把变位动词扔到最后面就可以了 这句话呢 有一个情态动词 有一个实意动词 我们知道变位动词呢 是第二位的情态动词 所以需要把它往后扔 那么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用从句把它做起来 就应该是 在这里我们需要在从句当中呢 把这个情态动词放在最后 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 本身有情态动词句子呢 就有一个实意动词放最后了 但是如果做成从句以后呢 我们要把情态动词 放在实意动词的再往后面 因为这是从句对句式的 一个要求 所以一定记得 变位动词放最后 那么最后一句话 他又说了 首先前面这句话呢 又有一个可分动词 他带着 拿着 他带着他的手机 然后后面说了 他的女朋友 想要给他打电话 所以肯定也是 他之所以一直带着手机 拿着手机 是因为他的女朋友 会想要给他打电话 那么后面呢 又是原因 那么大家想一下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前面先把主句说出来 Hans nimmt sein Handy meet 豆号 Weil seine Freundin In Anrufen will 没错 在这里我们依旧是把这个情态动词 作为变位动词 对吧 在从句当中要放最后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一定记得 Well可以引导原因从句 那么在做句子的时候呢 一定记得在从句当中 就要把变位动词 扔在句子的最后面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还有什么其他的练习 第二个练习给我们是 后面就好很多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他说 Is the English 什么 als Deutsch 在这里他肯定想问的是 英语要比德语 在这里给了 形容词是 Leicht 容易 简单 所以如果我要想问 英语是不是比德语简单呢 比德语更简单 在这里我们用到 Leicht的比较及 后面直接加一个 er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Leichter 对吧 Is English Leichter als Deutsch 在这里呢 我们也知道 之前我们接触过 同级比较和 非同级比较 也就是升级比较 那么在这里 非同级比较 比谁怎么样 我们用到的是 Als这个连词 所以呢 大家可以就 直接比较 记得Als 来对比 两个不同的东西 第二句也是 他说了 Spanish als Fremsprache Is the moment in Europa 怎么样 als Fremsprache 这里给我们的 形容词是 Populare Populare 指的是流行的 跟popular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他想说 说这个西班牙语 作为外语 大家注意了 这里的Als 可就不是比较了 Als除了做连词呢 运用在比较及当中 其实它还可以作为 另一个意思使用 就是作为 相当于英语当中 S的这个感觉 所以西班牙语 作为外语啊 在如今的 这个欧洲呢 要比法语 更流行 那么在这里 一样的 我们直接加一个 比较及词位 所以直接说 Populare Populare als 更流行 好 我们再看第三句 In England Lernen什么 Schülerdeutsch als Spanish 在英国呀 有 在这里给的是 Winig 少 那肯定是想说 有更少的学生 学德语 比起谁来讲呢 西班牙语 也就是说 学德语的 要比学西班牙语的少 那么 少 Winig 更少 还是同样的 在一个AR 我们可以说 Winiga Winiga 更少的 好 再看第四句 Latain Is the 什么 Als Italian Latain 就是 Latain Latain 要比 意大利语 更老 也就是历史 更悠久 那么老 这个词 大家就要注意了 它除了 要加词尾的 AR 还是一个原因 需要变音的 形容词 所以在这里 要说成 Alter Alter 那么当时 我们也给大家 列了那么几组的 反译词 比如 年轻的 老的 聪明的 傻的 这些都是需要 到时候变成比较急 在原音上面进行变音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对应着 把这几组反译词背下来 那么做比较急的时候 别忘了要给它加点 就可以了 好 再往下 它又说了 Is the French Tusisch 什么 as Spanish 这里给的形容词是 Swer 南 那么又问了说 法语是不是要比西班牙语 南呢 在这里 南我们就可以直接加词为AR 所以是 Swer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形容词的比较急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相关的重点 需要我们掌握的 在这里呢 我们还学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 Adictive Endowment 也就是形容词的词尾了 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呢 相对来讲呢 可能需要大家背的比较多 因为定贯词 不定贯词 和零贯词用的词尾 都是不大一样的 然后不同的性啊 数啊 格啊 大家都要相应的把它背下来 那么大家呢 只需要找一下强变化 然后弱变化和混合变化之间的规律 其实它也是很好背的 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词都需要填什么样的词尾 首先第一句话 它说了 Inquad 后面还少了一个词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是裤子 这里想说的是 穿短裤去剧场 那么穿什么衣服 我们可以用这词 In来表达 那么在这里呢 In后面应该是 加第三格的成分 在这里穿什么衣服 In加第三格的成分 那么 是负数 前面又没有贯词 这种情况下 三格负数 无贯词的 情况下 我们需要在形容词词尾加上 A N 对吧 所以应该是 In Kurzenhosen 在 穿短裤 穿短裤 进剧场 那这显然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那再往下我们来看下一句 它说 In Elegant 怎样的一个词为 Schwarz 什么样的词为 Anzug An den Strand gehen Strand 我们知道是沙滩 那么去往沙滩啊 海边啊 河边啊 湖边啊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这词 An 那么这里想说的肯定是 穿着优雅的黑色西服 去沙滩 那么这个估计也怪怪的 不是很合适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 前面呢 已经给我们是 In 是In Din 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知道说明 它是定冠词第三格 那么定冠词第三格 大家还记得吗 既然定冠词是弱变化 到了第三格 其实统一都是要填 An的 所以在这里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 直接填上 Elegant Schwarz Anzug 在这里是因为前面 有定冠词 且是第三格 那么大家对应的想一下 那定冠词 都是弱变化的 第三格 对应的 都是An嘛 所以在这里 直接放心大胆 填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第三句 In lang 什么 Arbend Clyde In the Aubergine 在这里 Arbend Clyde 就是这种晚礼服了 那么 Lang肯定长款的 那么 穿着长款的 这个晚礼服 去到歌剧院 在这里我们看 In还是同样的 第三格定冠词 所以还是应该填谁啊 没错 应该是 An In langen Arbend Clyde 那我们再看 第四句 第四句说 Mit einen Gros 什么 Hoot In Kino Zitsen 这个也是不大合适了 对吧 我们说这个 戴一个大帽子 去看电影 那肯定你挡住 别人的视线啦 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 同样 Nit后面 永远都是加 第三格的 那这里用的是 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是 混合变化 但我们记得 不定贯词的第三格 依旧都是填 AM的 所以在这里 依旧是 Grosen 对吧 In einen Grosen Hoot 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在特别重要的 谈话的时候 尤其是跟谁 跟你的上司 老板谈话的时候 来得太晚 你跟上司 重要谈话的时候 竟然迟到 这不是作词的节奏吗 那么在这里 我们看 by也是一个 永远加 第三格的戒词 后面用到了 不定贯词 EINEM 所以在这里 大家一定也想到了 还是ALR Vishtigen 对吧 所以其实形容词的 词类变化 大家分别把这个 强辩 弱辩 混合变化 相应的表格 把它被熟练 它其实也没有 什么可难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 另一个小点 在这里呢 我们要说到了 是亲戚关系 Fair Wandschaft 这个也是当时 咱们在词汇当中 重点过的 一个小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他给了一个 小的一些练习 问你到底是谁 比如第一个 他说了 Dishwester von euremutter 我们知道 这里风呢 表示所属 所以 Euremutter 你们母亲的姐妹 应该是你的什么呀 对啦 当然是姨啦 所以应该用 Tanta 对吧 Tanta 那再看 Dia zong von ihre Tanta 那么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姑姑啊 或者姨呀 这些人 他们的儿子 对你来说 是你的什么呀 对啦 应该是你的表兄 对吧 表兄弟 所以应该是 Cuzan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Di tochter von seinen zong 他的儿子的闺女 他的儿子的女儿 是 这里应该填的是 在那 Inkling 因为他儿子的女儿 那对他来讲 就是他的孙女了 对吧 所以是Inkling 再往下 Di tochter von meine Mann 是我的什么呢 我的丈夫的父母 那就是我的这个 岳父岳母 或者叫这个 我的公共婆婆 对吧 这个应该叫做 Schwieger Alterm Schwieger Alterm 那么再往下 Di tochter von Winserle Schwester 那么我们姐妹的女儿 对我来说 应该是我的什么 应该是这种 叫侄女儿 是吧 还是这个外甥女儿 我这一直弄不清楚 总之在德语里面 都是一个词 叫做Nichter 对吧 所以这些 亲近关系的词呢 大家把它弄清楚 稍微的 留意的去背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看 还有什么相关的练习 在这里呢 让我们用Aber 造句子 然后用Aber 把句子呢 连接起来 这里我们说呢 连词 Aber是并列连词 所以在句子中 是不需要站位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它要连接两个句子的时候 并不需要导语序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首先给的第一句话 说了 我的妻子想要驾车去西班牙 但是 其实飞机更快了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要造句子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例子 例子说了 我的妻子想要驾车去西班牙 买 但是 一飞机 是快的 在这里 Aber呢 是表转折的一个连词 表示就是 但是 那么它的用法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 它是不站位的 所以后面我们还可以用完整的 主 细表 或者主 卫兵的形式 完全不需要导语序 那么在这里呢 它想要坐车 但是 其实飞机更快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句 大家就要自己造一下 Ich müsste gerne eine große heiße machen We'll love to Hause billiger 我想要 进行一次比较 这个盛大的旅行 但是呢 肯定在家待着更便宜了 在这里还是有Aber连接 大家说应该可以怎么造呢 Ich müsste gerne eine große heiße machen Aber I will love zu Hause I will lo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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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se 在家待着会更便宜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列了 一到三单元相关的一些重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接触到了从句 形容词 还有一些廉词的用法 形容词的用法呢 相对来讲 大家就要掌握 它的比脚级和最高级 还要注意一下它瓷尾的变化 所以大家也要多费身心 把这个背一下 好 那这就是一到三单元的 一些重点练习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